其实他也不是那么赞成说 你全部都唱不是自己的歌 因为他因为你凤飞飞 都是因为那些 熟悉的歌 一些歌曲而来的 而不是这些百年来的台湾歌 但他坚持 但是终究没有原谋 他就是一个使命的感觉吧 要把台湾歌要 在他的这个演唱会里面 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整理 所以我想他如果自己 要取消这样子的演唱会 我想那个时候是 心里面是很难受 非常痛 我觉得他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而且在一声三声四嘱 就是你如果再唱 其实就是不行 其实我们之后听到他的声音 要唱歌也很难了 你后来有听到他的声音 就他最后有 就是自己出来解释 对那嗓音其实 已经是不能唱的了 所以这个 他在这个官网上面 也是到了今天 他才让他的这个凤迷 凤迷们在官网上面 写出来他对凤迷的 最后的一段话 他讲这个是说 向来行事作风很低调 他事前特别交代 要过完农历年元宵之后 再公布他已经化作天使的消息 我们也尊重凤姐的意愿 一直到今天才向大家宣布 凤姐在临终之前说 我这一生过得快乐 活得精彩 感谢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段精彩岁月的彩虹姐妹兄弟们 没来得及唱的歌 下辈子再唱给你们听 他选择回来 长眠在桃园大西 就是他的家乡 江老师 大西同乡 凤飞飞的同乡 今天一定感触很深 老师 对啊 我帮他写的一个春日送别大西同乡 对啊 刚刚写的 凤飞飞何方 至阴网断场 取霸生犹在 花落春意寒 我想这是我写这么多 自己用我的想法去做的一个想法 这是从出于真情 自信 那是我对他的这个感觉 其实做一个大西人 我正是以他为荣 他到五岁 他十八岁一开始出道 然后他前面其实过得并不是那么顺利 那他们家就是在大西 原来就是那个叫大庙 大西有两个庙 一是观音亭 一是大庙 那大庙就是 现在如果各位到大西 和平老街的末端那个地方 在后面 那算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 可是他们家人 包括他在内 他非常的刻苦 非常的努力 那开始前面不是那么如意 但是他后来 有一点点靠自己的努力 有点成绩之后 他到回到家乡来 他一样非常的低调 那大西如果比较贫苦的人 他知道了 他也会去帮助 他当时的力量 并不是像后来那么大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但一直他对家乡的感情 又有回馈 那之后他每做一个专辑 美规整一年 一年两年以后 他就会回去大西国小 去拍 他连大西国小 他的母校是吧 对对对 也是我们的母校 他一专一瓦都会去做处理 那当然你从这次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不忘本的人 树高千丈 落叶归根 最大选的桃源大西 当然大西风水 这无庸置疑 不过我觉得他对于大西的怀念 从他过去做了许多专辑当中 都看得出来 他会令人感动是 他不是一个明星从天上下来的 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 土生土长 他很像夏川李美一样 他的歌曲当中 你感受到不是那种炫耀 明星 闪耀 他会有一种温暖 会安慰人心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很多 我们那个年代当中 不是很多人去念大学 很多去做女工的朋友同学 都成为他的粉丝 就是他说出很多他们的心声 而且他整个的形象 似乎就是跟大家是一样 好像就是隔壁的邻居的 他就是一个庶民的歌者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今天凤飞飞的过世 佑老师 你们觉得 我没有觉得 他是个大明星的那种 就是说明星过世 让我们就看着说 一个明星过世了 可是他的过世 特别让人牵动一点 心里的那种 说不出来是什么感情 所以我下午听到消息以后 我在脸书上也写了一首 小诗悼念他 这首小诗是说 大风起溪凤飞扬 流水刺溪年华山 朦胧街灯何处寻 美声回荡在穷仓 我觉得它是我们 现在在台湾的人的一个 重要的历史共同记忆 大概像我跟江老师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间 真的是很标准 听他的歌长大的 那么这样的一位艺人 你回忆起来 你完全都没有任何负面的 跟他有关的讯息 跟他牵扯在一起 这么多年 这是非常非常的 难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过世 让我们想起了 我们的自己 在台湾生长的那个过程 然后也想起了 这样的一位艺人 他的可敬的地方 对照今天的一些艺人 我们不要提名字 你可以看到他的专业 他的那种 才华 对 才华 他的朴素 从他理解刚刚讲 他这个生病到最后重病 到他的遗言 过世这一段 大家可以深刻地看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 这是第一件 他不是张扬的人 其实他的名声如此之大 第二个 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 刚刚李姐有提到 他有交代 等到过完元宵节再公布 因为他知道大家在过年 破坏大家的心情 对 不希望破坏 台湾社会过年的心情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呢 他虽然 就像张老师刚刚讲 他在大西国小以后 可能没有受太多 学院式的教育 但他这个人的风范呢 可能已经超越今天很多 有大学或者研究所学历的那些艺人 我想他社会大学 对 是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艺人 他是不是真的成为 所谓的一代的巨星 不能只看他的唱片 卖过多少张 或者说他上过多少节目 他的价码多高 要看这个人成名之后 他对自我的要求 他对社会的关怀 他能不能够起一种示范的作用 就真的让大家觉得 艺人也可以是社会上 受尊敬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想 其实我倒没有像李姐 或者是天天 或江老师这么难过 我觉得他的完美 就在于我们没有看到 他的最后一程 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凤飞飞 他没有让我们 很多新闻媒体朋友看到他的重病 他的丧礼等等 都没有看到 对 我们都没有参与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安排 就是说 就像我们古书上讲 有些非常重要的人 他只让他的最美好的一面 留在你的回忆中 最后一面他不让你看 没错 胡老师讲的是 他没有让我们参与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们也没有打搅他 对 我觉得他整个的走完 是很平静的走完 他的红的时代是很美 他走的过程也很美 一直都是一个美的记忆 留存在大家的心中 凤飞其实最后有一次谈话 就是他在台湾里面 最后传出来的一个声音 那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 讲起话来 已经声音非常非常的沙哑了 那是在去年的五月份 我们录下了这一段 他最后的声音 我们带位回来 有跳高大厅 有舒适卧房 还有超活用的大客房 两房一厅 只要两万一 轻松当家 每一次挑战 都是一场决战 在人生的战场上 每一项都非赢不可 投资股票更是非赢不可 星光证券 赢家的选择 茶楼少爷 好打抱不平 一心想当欲骑侍卫 不然我们汉人以后 也可以抬起头做人 二阿葛扶全 备受皇太后打压 一心只想夺回皇位 大清的皇位是我的 命运纠葛的两人 将先行大清皇朝的心方谐语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我好想到农场为小羊 时尚小玩家听到了 帮爸妈规划 全台50家特色农牧场 快跟孩子来个约定 一起出去走一走 六大类好食物 如何吃出黄金脑 还有小小主播营热烈招生中 全在二月号时尚小玩家 金子月刊 小康变冷凳 小梁要他去领处方签 那个像是荣誉的像是新的 女生里面 像是我的相性不在客 神德烈你讲话冷凳的 他最近会不会觉得 脉搏异常跳动 他吃文脉 文脉就可以去拿出来 新闻团队的一步一脚印 坚持HD高画质拍摄制作 呈现真实的感动 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班杰兄弟即将踢爆 时尚团队不能说的秘密美食 连续续都要扫光的丹麦菠萝 班杰兄弟的评价不烂喜 神秘芋头包子单规猪脚汤 请锁定宫字完张时点 叶婷老师踩到的茉莉出场 有耶 有耶 现在完全不会注意到他大屁股 完全没有 我充气了 真的 他整个变年轻了 至少加10分 先打电话给你同胀 买房子上591收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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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 新房屋 全都有 快上网搜寻591 新闻团队的一步一脚印 坚持HD高画质拍摄制作 呈现真实的感动 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欢迎回来新闻夜总会 我们今天谈到凤飞飞的突然的过世 让大家非常的震惊跟不舍 刚才呢我们两位老师 江明清江老师跟胡佑 胡老师都分别在当时 刚才他们在现场写了诗 要送给凤飞飞 这个我再把它再念一遍 这是江老师的诗 是凤飞飞何方 知音网断肠 取霸生犹在 花落春意寒 这是凤飞飞的大溪的老乡 江明清江老师写的诗 另外是胡佑 胡老师写的诗 我再把它再念一遍 他说大风起溪凤飞扬 流水是溪年华商 朦胧街灯 何处寻美声回荡 在穹仓 我想凤飞其实 对台湾人来讲 它就是一个经典 也是一段记忆 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 几乎都有它的歌声相伴 真的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那种 好像跟亲人 走了一个亲人的那种的感觉 创下年轻一点了 其实真的是坦白讲 就是说听到的时候三点多 我看到新闻 因为刚刚我出来看到 吓到 然后吓到之后有点惆怅 那种惆怅是什么呢 其实坦白讲 因为对我这一个年纪来讲 恐怕是罗大佑或什么 才是我们年轻时候的偶像 但是呢 它的意义对我来讲 就是妈妈的歌 我从小有记忆开始 那时候我妈妈就开始去 郑里芝啊 阿西耶当务工 然后就会哼这些歌 她在煮饭的时候哼 擦地的时候哼 洗衣服哼 然后我们也都小时候 就很小很小就知道 当妈妈和凤飞飞这些歌的时候 就是她心情很好的时候 考卷就可以拿给她签名了 所以凤飞的歌对你来讲 是一个喜讯 是一个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妈妈会哼 然后后面呢 是到了大概高三的时候 最后半年 为了要考联考 我不再坐火车 我到台北找了一个小阁楼 那时候呢 你晚上第一次离家 晚上大概在收音机里面 就会放这种歌 那时候就是 你听到凤飞飞的歌 其实坦白讲 因为我们那时候 以前爸爸规定的很严 每天只能看半小时的新闻 所以也没什么看电视 知道有凤飞飞 但是也没有机会 看她的综艺节目 但是可以听她的歌 听她的歌 那收音机里面放出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对我来讲就是 因为那代表着 妈妈在你身边 就这样一个安全感 就这样子过去 然后到最后今天 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就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灰灰衣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么的潇洒 坦然 但是你就觉得说 这片云彩 好像就在你心中 然后对我来讲说 它已经不是一个歌星 或什么 而是凤飞飞 就是一种生命中的 某一段 你想到凤飞飞的时候 你就想到了 小时候的很多的情节 然后很温暖 很安全的感觉 凤飞在过世之前 其实应该还是有一段 蛮辛苦的日子 我们现在回头看 她这整个的 她还包括里有花疗 还有回家去休养 可能都已经 今天在听她的 律师的转述 就是她那时候 身体是很虚弱 甚至连说话 都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所以我就 我们就寻找到了 凤飞飞最后 在大概在这个时间里面 也就是去年的五月的时候 因为她回来 四月回来宣传 五月的时候 她就正式宣告 说她的演唱会 要延期了 那个时候 她最后一次说了话 而这一段话 我们现在在 再回头再去听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感慨 原来她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是 癌症的末期了 我们来听一下 凤飞飞最后的声音 声音真的很撒哑 没仔细听 还真是听不出来 就是凤飞飞 凤飞飞说声带长了东西 前后比对的确听得出来 声音受到很大的影响 上个月底 凤飞飞为了演唱会 专程从香港来台湾宣传 现场演唱跟说话 完全没有什么状况 两个礼拜前 身体不舒服 感冒发烧 声音一直好不了 经过检查 才发现声带长了东西 至于是讲了什么 凤飞飞低调没有多说 而比喉科医师 依症状推论 凤飞飞八成是声带长简 就怕声音恢复不了 经过仔细考虑 凤飞飞决定六月底的演唱会 要跟凤飞说抱歉 至少得延一年 一千多万的宣传费用 主办单位也只能认赔 歌迷能选择退票 或者是保留到下次开场 这是这个TVBS新闻 在去年的五月份 所做的一则报道 所以现在回头再听起来 真的是分外让人感伤 凤飞刚才我觉得 又为老师讲了一段 就是说 其实凤飞飞她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演艺圈四十几年 你没有听过她的恶评 她没有什么让大家去 茶余饭后去谈论的 或者是有一些 像一些的艺人般 有一些的丑闻 或者是绯闻 那么她是一个非常 天天就是她很自重的 非常自爱的一个 自律型很高的一个艺人 而且我想说她也是个风范 也是个典范 在我们华人圈里面 因为刚才创下提到的火车 我就想到 凤飞飞有首歌 大家都很耳熟能详 叫做《讲声响起》 而且她每次讲说 她上去唱的时候 很容易哭 大家知道为什么她很容易哭 好像那个歌词 感觉好像是一个艺人 她经过很多一些颠簸 她站到了高峰 才能够唱这首歌 事实上川他刚才讲的火车是 凤飞早期 它是从大溪来到台北的 那么她常常回到 从台北赚了一些钱 回到大溪的时候 那时候只有平快 没有什么 也没有 多了点举光号 她就是为了要省钱 她就买了一张月台票 然后就把月台票 卷成小小小的 这是她跟我讲的 卷成小小小的 像碎子一样 就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很多的验票员 然后一到验票 到那种车厢的时候 她躲到厕所里面 因为她只买了月台票 对 她就出来 到了大溪的时候 那时候日据时代的 那个大溪火车 江老师应该知道 是木榨子的 木榨栏的 她说那个 要验票出去的时候 她说很快丢给 那个检票员 就走了 可能走了十公尺 或者不见 在人海中消失的时候 那个验票员才发觉说 它只是一张月台票 而且她那时候 她来到台北打工的时候 她是住在三重的 这个亲戚家 亲戚没有对她不好 但是没有特别善待她 她那时候告诉我说 她一天只吃一餐 就是面包 然后面包完之后是喝水 因为喝完水之后 面包可以充富过富 然后她是每一天 都从三重 走路到南京东路 唱完歌 唱完差不多四五个 就像您讲的 就是说很多的开场 唱完之后 再走回三重 省这个车钱 然后你知道 她非常省省 到最后就是 到了她很红的时候 依旧如此 她红的时候 回来台湾 她就在吃什么 台湾小吃 大米啊 蚂蚂蚂这些东西 去夜市 辽宁或宁夏 或者是士林夜市 她带我们去吃的时候 她就说 快吃快吃 她说 就用台语讲说 看菜就好 不要看那个地上 因为地上很脏 看之后会让你吃不下去 所以她那个淳朴 不会是因为说 她红了 她变了 但是反而 我们去香港找她的时候 她却招待我们吃鱼翅 你知道她那个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直到她临终的时候 她那个风范 我觉得我们她之所以难过 之所以shock 是因为她突然走向我们亲人 难过是因为 她的风范 我想在演艺圈 很难再找到了 她到了临终的时候 还在顾虑 所有人的感受 对 不要让自己给大家添麻烦 我觉得这实在 其实在凤飞这个 去年的 前年的时候 她曾经接受过 我们很长的一段访问 是我们的主播方念华 所做的访问 一共是分上下两期 一共是两个小时 我觉得可以听听 凤飞飞在 在这段访问里面 她的一个 对自己的一个 一种那种要求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 蛮多的启发的 我们来听一下 我每次在节目结束之前 在演唱会节目结束之前 我都会说 我期待下一次有机会 再见到所有的朋友 那其实这些 这是很诚恳的话 因为下一次的演出 都是所有的支持者 必须要再默默在支持你 你可能才有下一场的演出 那所以说 我会很努力的 就是说 为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会继续再跟加油 除了加油还是加油 因为 为了唱歌 因为我基本上 从最基调的一个生活的步伐 已经都 已经朝着 就是说 长期要去做演出的这种 这种准备 对 永远都在跑道上 永远都在跑道上 这是凤飞飞她 对工作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现在重新听她的 一些的讲话 一个从基层慢慢的 爬起来 用她自己天赋的嗓音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努力 进步再进步 然后一直到现在 一个超级巨星 都还是维持以前 这样子的一个 淳朴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实在是 现在重新可以 大家回头去看一看 凤飞飞讲的话 我们待会回来呢 我们还要再来 听听凤飞飞 她其实还对于 其他的一些的人生 她其实也有 她的一些的看法 从她的谈话当中 也可以知道 她其实人生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 我们待会儿 到哪里找人才 518人力银行 真才是免费的 真的吗 当然 完全免费 老板找人才 轻松没负担 会不会在找到人才之后 才开始跟我收钱呢 放心 保证事后 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现在就上 518人力银行 我今天呢 我把你帮助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